纽约神明和林亮堂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赞美主今天何等荣幸能够来到你们的当中 能够和你们来分享 同时间也来主持这个婚礼 你知道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跟林牧师是怎么认识的 其实我们跟林牧师也是有很特别的缘分 因为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在牧者联岛在戏谷的时候才认识的 你知道当你去洗手间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你会遇见什么人 师母那天她其实就是在休息时间 在洗手间里面认识林牧师 他们就开始聊有关于新移民的事工 我们在科罗拉多其实也有很多从国内来的新移民 所以我们就聊上了 聊上了以后呢 林牧师就非常的热情 他就邀请我和师母能够来到贵教会 来为你们主持这个婚礼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的感恩 那在这之后 其实我听到了很多有关于贵教会的事 我知道呢 这个纽约生命和林亮堂是一个欢迎人的地方 阿们 纽约生命和林亮堂是一个爱人的地方 阿们 在这里是一个充满了福音和救恩的教会 阿们 第二堂的弟兄姐妹要加油了 第一堂阿们的比较大声 他们可能对教会更有信心 但是呢 我在这里也特别的要为林牧师来感恩 因为我看到林牧师 他是一个有爱心 有魄力 有领导力 而且呢 是忠心这个侍奉神的 所以你们在这个属灵的家是有福的 阿们吗 阿们 因为神给了你一个好的牧者 在这里忠心的来带领羊群 而且我相信神要做更大的事在你们中间 因为他已经为你们预备了这位好牧者 阿们吗 阿们 感谢赞美主 今天早上呢也是父亲节 所以在这里呢我要祝福所有的爸爸们 也包括属灵父亲们 这个父亲节快乐 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通常母亲节的时候 好像这个庆贺比较大 有没有 爸爸有没有觉得不平的 爸爸们现在都很安静 不太敢说话 但我要告诉你弟兄们 爸爸们 其实你们都非常重要 你们是非常重要的 好不好 跟你旁边的爸爸说 你很重要 跟你旁边的爸爸说 你要加油 阿们 今天早上呢 我们也希望可以尊荣 我们这中间年纪 可能最大的 最长的一位爸爸 好不好 我们中间有没有50岁以上爸爸的 有没有 自己是爸爸 然后是50岁以上 有没有60岁以上的 没有了 所以50岁以上只有一位吗 是我们今天的主领是吗 恭喜你 我们中间最长的一位爸爸 我们要来尊荣你 来来来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你看 有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 承认自己年纪有多大 你看当我们勇敢承认的时候 其实不一定就得奖了 感谢赞美主 今天早上我希望可以用 这一段信息来鼓励 我们中间要再次立约的夫妻们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希望可以有一个 幸福的婚姻 阿们吗 我们中间有希望 那个婚姻不幸福的人举手 那我们中间有希望婚姻 或者是未来的婚姻 很幸福的人挥挥手 阿们 阿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我们可以有一个 幸福的婚姻 但是呢 你知道吗 神他对婚姻 也是有他的心意 神对婚姻 也是有他的这个设计 所以今天早上呢 牧师要分享 幸福婚姻的五个秘诀 幸福婚姻的五个秘诀 如果是你还没有结婚的话 没有关系 你学下来的未来 你的婚姻 也是会满有祝福 如果是你已经在婚姻的当中 今天早上 神更多的要对你来说话 好 那我们继续来祷告 阿们大巴父 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上愿你再次来 对我们来说话 主要 因为你的设计 主 你的心意 是让我们要有 幸福美满的婚姻 那主要 更多让我们来明白 你的心意 更多来明白 你的话语 如何教导我们 我们能够来依靠仰望你 也因此得着这个丰盛 得着这个幸福的婚姻 谢谢主赐给我们 聆听的耳朵 与我们同在 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今天早上牧师要分享五点 我们每个人把手举起来 五 要分享五点 跟旁边的人 hi-fi说 今天早上信息有五点 好 那我们就从第一点开始 第一点 你要按照神的设计 来建造你的婚姻 好不好 跟你旁边的人说 要按照神的设计来建造 你知道我很喜欢来纽约 纽约真的是全世界 我数一数二喜欢来的地方 因为我很喜欢大城市 因为我知道在大城市里面 一定都有好吃的 阿们吗 我们住在纽约有好吃的 阿们吗 阿们 你知道 我们来的两天的里面 我非常的慌张 为什么 因为选择太多 你知道 没有选择 在沙漠里也是一个慌张 来到这么丰盛的地方 也是一个慌张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特别欣赏 很多的餐厅里面 都有很棒的装潢 特别是那种古色古香的 但是你知道 如果今天你要开一个餐馆 然后你要设计 你的这个内部的装修 一定会请一个设计师 对不对 那你的设计师会什么 会画图 或画一个蓝图 画一个设计出来 但是如果这个做工的工人 没有按照这个蓝图来做 那可能会出现 什么样的事呢 看这个图片 这是什么 餐厅的中间竟然就是什么 厕所 这个就问题很大 但不一定会碰到林牧师了 妈妈要开玩笑 这个就很不雅 对不对 吃饭的时候 怎么会放一个 这个马桶在那边 当然这个是故意设计的 新潮 年轻人喜欢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这个工人 没有按照这个设计者的蓝图 去做的时候 就会出事 对不起 我们的婚姻也是一样 在婚姻的生活的里面 神他已经有一个蓝图 神他有一个计划 神他有一个设计 让我们能够来建造我们的婚姻 但是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设计来 我们自己来搞的话 那可能什么 可能我们的充满爱的家庭当中 可能闻起来像厕所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我们一起来看 在创世纪第二章 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 这里就是从起初 神他所创造的心意 好吧 我们一起开口来读 预备 起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来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 各样的走兽 和空中各样的飞鸟 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叫各样的活物 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 牲畜和空中飞鸟 野地走兽 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 来帮助他 其实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 很快看到神两个设计 第一个设计 就是神他在婚姻的里面 帮我们设计了一个帮助者 我们的另一半 是我们的帮助者 跟你旁边说 我们的另一半 是我们的帮助者 你看刚才经文里面讲到 亚当要做的事情很多 对不对 你现在可以想想看 世界上有多少种的动物 他的工作是把每一个动物 都叫来帮他来命名 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事情 但我知道今天的你我 我们也是什么 很忙碌的人 每一次牧师要问你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的回答就是 牧师我很忙 我真的很想 但是我很忙 因为我们事情很多 我们中间有自己做生意的 我们中间有打工的 我们中间有要照顾长辈 要照顾孩子 我们中间在教会里面 还有服侍的 还有甚至我们要帮国内的家人 刚才你听到 你有做的挥挥手 刚才听到的 你有做的挥挥手 我们这边的挥挥手 我们这边都没有人在工作 都没有人要照顾家人 都没有人 这个纪念国内的家人 都有 我们都是很忙 你知道我跟师母 也是一样 我跟师母也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人 但是神他设立婚姻 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一起的为神打天下 神设立婚姻就是让我们 让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可以一同的 来彼此的来帮助来打天下 你知道我跟师母 我们两个是两个世界的人 因为我13岁的时候就来到美国 所以我所有的朋友都讲英文的 那他是在高中毕业以后 他才搬到美国来 所以他所有的朋友们都是讲中文的 但是很奇妙的事情是 神把我跟师母两个人放在一起 然后一起来同工 然后我们第一个做的事情呢 就是这个为青年人来搞一个营会 这是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那我们才刚开始同工 那时候师母他就暗恋我 他觉得我非常的有才 而且那个外形非常的好 所以呢 当时其实有一个老外的弟兄在追他 可是呢 因为我太迷人了 所以呢 他就告诉那个老外不行 他就决定跟我在一起 没有 开玩笑 其实呢 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 神就让我们看到 我们彼此要一起的来侍奉他 那个时候我们还 我还不是全时间传到人了 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做生意的 然后我跟师母 我们就一起的打拼 我们就一起的工作 然后在这个当中我就发觉 哇 师母她常常成为我的帮助 特别是当我有一段时间 我那个时候是早上工作 早上工作 然后呢晚上读神学院 然后周末的时候服事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很繁忙 如果今天我一个人要做这所有的事情 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神把我们两个人放在一起 让我的配偶成为我的帮助 那我最擅长的是什么呢 我擅长的是我喜欢打球 然后我喜欢看球赛 然后我喜欢喝啤酒 你看 啤酒 我喜欢喝啤酒 所以呢 这个最适合什么 带弟兄 所以我常常就跟弟兄们去打球 然后打球完了以后 我们就去喝个啤酒 看个球赛 聊聊心事 但是如果你要我去陪一个姐妹 聊两个小时 哦 主啊 请你接我回天家吧 没有 开玩笑 开玩笑 我还是很爱姐妹 但是这个是什么 师母她比较合适的 所以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我们的另一半 她是来帮助我们 请注意听 她是来帮助我们 而不是什么 伺候我们 我们的另一半 神的心意是来帮助我们 是在一个平等的里面 她不是来这里做庸人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中间的七队 太太们 不要把你的先生当男佣 先生 不要把你的太太当什么 女仆 我们是平等的 但是呢 我们是彼此的帮助 你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 讲到圣父圣子圣灵 圣灵的名字 其实就是helper 耶稣说 我会派这个helper 圣灵 宝会是来到你中间 成为你的帮助 但是圣灵是什么 是引领我们的人 是帮助我们 是赐给我们能力的人 但是圣灵来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什么 神欠我们 就好像你的妻子 你的丈夫 不是因为他欠你钱 所以他要来爱你服侍你 对吧 这不是买来的 你是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 你愿意去帮助他 在爱的关系里面 你愿意去扶持他 阿们吗 阿们 你知道我们教会 有一个弟兄 他曾经说过 他说我在婚姻的关系里面 很难去爱另一半 因为我觉得 他觉得 每一个夫妻 在关系里面 都有自己的角色 只要做好 自己的角色就好 但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的关系 不只是扮演自己的角色 其实更多是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 婚姻是一个爱的一个关系 这也告诉我们 在这里也告诉我们 第二个原则 就是我的另一半 是我最亲密的人 好吧 如果你的另一半坐在你旁边 很深情地看着他 快点快点 你的另一半如果坐在你旁边 我看后面很多男生 这个时候头都低下去 因为他的爱人不在他的旁边 没关系 你可以眼睛闭起来 然后想念他 但是如果你的爱人 现在坐在你旁边 深情地看着他 我们从旁边的欺负 不要再看我了 看彼此 我知道我很帅 但是你们现在应该看彼此 然后对他说 你是我最亲密的人 哎哟 好害羞啊 好害羞的话 真是受不了 但听众姐妹 这就是神的设计 我们的另一半 就是我们最亲密的人 如果今天你的另一半 但不是你的亲密人的话 那谁是呢 是你的孩子吗 是你的爸妈吗 到底谁是那个最亲密的人呢 其实我要告诉你 神在他的创造的里面 是有优先顺序的 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这里说 耶和华 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而且就取下了他的肋骨 这个肋骨是谁的肋骨 是亚当的肋骨 然后呢 他说耶和华神 就用亚当的肋骨 造出了一个女人 然后领他到这个人的面前 然后呢 他就说 他就说 这是我股中的股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所以你看 我们常常想到 在我生命中 可能最亲的 就是我自己的股肉 特别是妈妈们 对不对 这是我的股肉啊 这是我的宝贝啊 这个剧里面都是这么样 你是我的亲生的股肉啊 我当然要对你好 对不对 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台词 但是你知道最original 最出神的创造的心意 你的股肉是谁啊 是你的另一半啊 亚当的股肉是他的妻子 是夏娃 你的股肉其实是 你的另一半 是你的妻子 那才是这个优先顺序的开始 所以在婚姻关系的里面 这个优先的顺序 非常的重要 是夫妻的关系 当你想到股肉的时候 你要想到夫妻的关系 当然我们中间 可能很多人在想 哎呀 这个西方的信仰 你看牧师讲的 我们中国人是要尽孝的 是吧 我们中国人是要尽孝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婚姻关系的里面 夫妻的关系 在神的创造里面 夫妻的关系是首位 当然我们爱神 可是这并不冲突 因为我们爱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爱人 因为你爱神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爱你的另一半 那你说 那我的这个长辈怎么办 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中间面你想想看 你在家里吵架的时候 我们中间是夫妻的 吵架的时候 通常都吵什么事情 吵怎么去照顾爸妈的事情 吵钱的事情 吵孩子闹 怎么去照顾孩子的事情 不都是这些事情吗 但是我告诉你 你在这些争吵的里面 你没有好的关系的时候 请问你 你怎么去照顾你的长辈 你怎么去照顾你的孩子 爸妈都吵成这样子 难道你觉得孩子会OK吗 其实并不OK的 所以我们一定是 从我们婚姻的关系开始 当我们的婚姻的关系 是彼此相爱的 是充满了神的爱 在当中的时候 那可以两个人 一起去照顾长辈 两个人一起去照顾孩子 阿们吗 这是为什么圣经说 两个人会比一个好 阿们吗 这里觉得两个人 比一个人好的挥挥手 感谢赞美主 没有举手的 都被你的另一半坑了 我懂 OK 但是这事实是 两个人是比一个人好 你知道我们教会 有一个弟兄 非常的爱主 结果他来到美国 就是为了他照顾他的妈妈 因为他妈妈年纪大 可是他离开家 他的太太就在台湾 就有一天 在RPG祷告里面 有一个弟兄 就突然有个感动 他说你的太太 怎么都没有看到 他OK吗 结果后来这个弟兄 很惭愧 说其实我太太在台湾 她身体不好 当时这个弟兄就说 你知道吗 刚刚在祷告的时候 神就告诉我 你要告诉这个弟兄 这个神所创造的人 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你要回到台湾去 先照顾好你自己的太太 结果这个弟兄恍然大悟 他说对 你说的对 他立刻就买机票回去 因为他自己其实有兄弟姐妹 也住在丹佛 可以照顾他的妈妈 他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逃避 跟他的妻子在一起 所以他用这个借口 跑到美国来 来照顾他的妈妈 可是你知道吗 当你的婚姻出问题了 当两个人的婚姻出问题了 你谁都照顾不了 所以你必须要明白 神的设计 就是让我们的另一半 是做我们最亲密的 我们中间的人 谁有小三的 请举手 哇 果然大家都在听 没有人乱举手 哎呀 你知道 不要让你的孩子 不要让你的父母 成为你的婚姻的小三 阿们吗 真的 你知道我们很多 那些年轻的夫妻 当他生孩子以后 然后呢 他家里的那个小宝贝 就睡在他们中间 一睡就睡到国中 很夸张吧 你不要笑 这很夸张的 其实这影响了 你们夫妻的生活 所以孩子该有 他孩子自己的 就算你们家 只有一个房间 他应该睡地上 他自己要有自己的空间 夫妻跟夫妻 要有自己的空间 不要让你的 不要让你的另一半 觉得哇 他要跟你的父母 抢时间 他要跟你的孩子 抢时间 丈夫妻子 要留时间 分别为生 这个时间 是为了让神 能够祝福你的婚姻 阿们吗 第二个 有牺牲就有顺服 跟你旁边说 有牺牲就有顺服 哇 这个有一点点悬 什么是有牺牲就有顺服 其实这是出于 以佛所书的第五章 在以佛所书的第五章 第22节这里说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丈夫们说 哈利路亚 丈夫们都害怕 不敢说哈利路亚 丈夫们 做妻子的 应该要顺服你 丈夫们说哈利路亚 这里果然有 七管炎的这个问题 这是神的教导 做妻子的 应当要顺服自己的上夫 如同顺服主一样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在这里有几个丈夫希望 不举手 不要害怕 现在都开始流汗 牧师一直叫举手 这里我相信做丈夫 都希望自己的妻子 可以什么 顺服 没有人希望我 我娶一个太太 是从来不顺服我的 那不是吵到翻了 做什么事情 都不愿意顺服 不可能 我们都希望 我们的妻子 我们的另一半 是愿意顺服我们 但是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因为这里说 妻子要顺服丈夫 就有如什么 教会顺服基督一样 意思是什么 若是你要在你的家中 做属灵的头 若是你要你的妻子 来顺服你的话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做一个负责的人 你需要做一个负责的人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中间 我们中间有没有人 做老板的 做老板的回味 这个可以挥手了吧 还是大家都很谦虚 做老板的有没有 讨厌老板的有没有 还醒着的有没有 有一两位 OK 好 你知道做老板呢 可能你觉得 老板挣了很多 你想做老板 但我要告诉你 老板是怎么样 老板是 今天有一个不满意的客人 他跟服务台的人说 服务台的人说 我找经理 经理来了 说搞不定 最后找谁啊 找老板 今天赚钱的时候 老板拿了钱多 亏钱的时候 谁亏啊 不是员工啊 是老板的亏啊 对不对 今天这个餐馆烧了 这个漏水了 这个要修了 是谁去弄啊 老板要去弄啊 对不对 所以一个要做头的人 他得付上代价 他得付上责任 你知道在《使徒行传》 第五章里面有个记载 《使徒行传》里面 第五章里面 有一对夫妻 他们承诺 要把他们的房子卖了 这边有没有人 谁想把房子卖了 奉献给教会的 可以站起来 我从来没有看过 一个人站起来 OK 没有关系 在这个记载的里面 他们把房子卖了 为了是要奉献给神来用 可是 他原本的心很好 可是 你看经文告诉我们 经文告诉我们 他怎么样 他这个田地 他把他卖掉以后 他却什么 留下几份给自己 他没有按照他所说的 我要把全部的都献上 他撒谎了 所以这个丈夫 做了一个经济上面的决定 而且也是一个 属灵上面的决定 那就是什么 就是他欺骗神 他可能当时不是这么想 但他做的是 所以他欺骗了神了以后 他欺骗了神以后 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 他当场就死了 他当场就死了 因为他欺骗神 因为你看彼得就说 你不是欺哄人 你是什么 欺哄神了 所以他当场就死了 结果后来他太太来了 他还被 才正被拖出去 他太太来了 然后他太太 这个彼得也问他同样的问题 他太太也说了话 结果他太太 当场也死了 在这个故事里面 告诉我们什么 在故事里面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命中 特别是我们中间 做弟兄的 你要做属灵的头 你要做困难的决定 而且你做出来的决定 会影响你的家庭 你不能够说 哎呀这个问题太难了 你去解决就好了 你来决定就好了 你要做属灵的头 你就要扶上责任 你要做属 你要你的妻子来顺服你 你就要做那一个 属灵的头的角色 那你说 你就说哎呀 妻子呢 这个现在不是平等社会吗 为什么你要顺服你的丈夫 为什么你要顺服你的丈夫 如果你还记得 这个经文你讲的 教会顺服基督 是因为教会被基督来挨 妻子要顺服丈夫 为什么 因为妻子是被丈夫所爱的 那我请问你 基督怎么爱教会 基督爱教会在石架上 为他舍命 为他流血 丈夫 你预备好 为你的妻子舍命了吗 若是你要你的妻子顺服你 你要为他舍命 妻子 其实你知道很多时候女人 虽然我不是女人 但是我懂女人的心 女人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安全感 女人最希望得到的是安全感 她希望她知道她的另一半 她需要的时候她会在 她害怕的时候会有陪伴 她担心的时候 有人愿意为她一起走 她想要安全感 那我告诉你 一个愿意为你舍命的人 牺牲他自己的男人 你会顺服他吗 会给你安全感吗 会吗 太太们 弟兄不要回答太大声 这个是很危险的问题 太太会吗 会啊 如果这个男人都愿意为你 牺牲他自己的话 那会给你安全感 因为他愿意保护你 阿们 因为他愿意保护你 就好像基督什么 保护他的教会一样 那你现在的弟兄们 都说完了 结个婚不但要给礼金 而且还要死 结婚太坑了 会不会 弟兄们 其实不是这么坑的 因为当你愿意去为你的 另一半牺牲的时候 他会什么 他会来顺服你 他会来爱你 他会成为你的帮助 他会成为你的陪伴 阿们 这个不太容易做 这不太容易做 但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到 我要告诉你 现代的男人的牺牲 不是钱 现在的男人的牺牲 也不是送命 现在的男人的牺牲 是什么 是时间 你愿意把你的时间 给你的另一半吗 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回家 上班了一天很累 然后呢 孩子在那边闹 然后我们想什么 我已经为家摆上付出了 你看我的工作这么累 妻子去带孩子 那个你知道 我们教会的弟兄们 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 谁谁谁 过来过来 好 牌坡这样乖好 去找妈妈 这边的姐妹都 这边有孩子的姐妹都知道 我知道这边很多年轻的 单身的 你可能以后会面对到 但我弟兄们 什么是牺牲 什么牺牲就是 我虽然很累 但是我可以让我的太太休息一下 我去陪孩子 那是牺牲 我明明可以刷手机 或者是跟朋友出去喝杯酒 或者是跑个赌场 或者是什么的 No 我回家 我牺牲 为什么 因为我爱我的妻子 我爱我的家庭 不愿意回去牺牲 那一个是牺牲 第二个牺牲是什么 牺牲面子 男人是最爱面子的 所以姐妹们知道 要给男人面子 给你的丈夫面子 但是 一个好的男人 他会愿意牺牲他的面子 It's ok 我可以放下我的身段来 爱我的妻子 爱我的妻子的时候 我的妻子会什么 会尊敬你 当我愿意谦卑下来 然后去爱她的时候 她会尊敬你 而且她会顺服你 因为她知道 这个爱她的男人 是上帝祝福给她的 她知道爱她的这个男人 是指着她顺服的 阿们吗 阿们吗 第三个 改变要先从自己开始 跟你旁边说 改变要先从自己开始 Where are you guys 我们一起来说 改变要从自己开始 有一天有一个太太 跟她的闺蜜聊天 她说 是我 使我的丈夫成为了百万富翁 哇 她的闺蜜说 好厉害 哇 你真的太 你对她的帮助 真的是太大了 那你丈夫以前是做什么的 结果太太说 她以前是一个千万富翁 这个太太非常成功了 改变了她的先生 其实你知道 当我们进入关系 进入婚姻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另一半 都有那么一两个 我们不是很喜欢的地方 对不对 例如说 晚上打呼的时候 太大声 例如说 这个平常 平常不够主动 什么事情都要 你讲以后 她才懂 这个就是 这个师母 对我最大的complain 为什么礼拜四的早上 我不能主动地 把垃圾推出去 都要她提醒我呢 总是想要改一些 我们的小东西 但是我们真的能够来改变对方吗 我们改变对方 我们的婚姻就真的会幸福一点吗 你知道人是怎么样的 人是你越希望他改变的东西呢 他什么 从来都不改变 但你越不希望他改变的东西 他什么 就变了 人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一定改变 要从自己开始 我跟你分享一个见证 有一个姐妹 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 我一听到这个电话 我立刻就跑到师傅旁边 说完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姐妹 大概一个多月前 跟我们说 她已经受够了 她没有办法跟她的先生在一起 她要离婚 所以她就约我们 因为她就说 她的老公非常的固执 他们家开的是 宾室的SL500 然后她就说 她老公很小气 因为轮胎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她要换一个新胎 可是她非要去Costco 买最贵的胎 然后她就说 我的老公很小气 不愿意帮我们换胎 难道她不在乎 我们母子的安全吗 讲得非常的夸张 然后她就觉得 我的前一个婚姻的女儿 要读大学 我的丈夫也不愿意帮忙 等等等等 然后我就问她 那你希望什么 她说很简单 我希望我丈夫改 不要那么小气 主动一点 我们的需要 她得不过问 能不能够改变她 我告诉她她不会改 我直接跟她姐妹说 她不会改 但是我跟她说 你知道谁可以改吗 神可以改变她 没有错 但是谁可以改 自己可以改 你的另一半不愿意改 那你改变你自己吗 你愿意为她来祷告吗 你愿意从她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吗 你愿意来先自己停 不要一天到晚的 来怪她埋怨她 不要一天到晚 来说她的这个不好 结果 结果 这个是一个月前 我跟她讲的 那通电话来了 后来这个师母 就去跟她见面 师母回来的时候 我就问她 说这个姐妹说什么 是不是很辛苦 她说No 这个姐妹不要 没有要讲 这个婚姻的事情 她其实告诉我们 她的婚姻 已经完全改变了 我说 怎么可能 她的婚姻怎么改变 她说 后来我自己跑去问那个姐妹 那个姐妹就告诉我 她什么 她改变了她自己 她在家里面不再唠叨 当她觉得她丈夫 希望她丈夫做什么 她就祷告 她就向神祷告 结果后来她发现 当她停止唠叨了以后 她的丈夫什么 变主动了 她的丈夫跑来问她说 我们家里有没有什么需要 你的这个钱够不够 这个孩子的事情 我来帮忙 我去接 她都不可思议 我什么都没做 这以前我想要她改的地方 她什么 都真的改了 但是她从怎么开始 她先改变她自己的心态 她先改变她自己 挪去那个唠叨 挪去那个 常常看到别人 挑别人的毛病 马太福音七章三到五节这么说 她说为什么 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到你的眼中有凉目呢 我们都很喜欢挑别人的问题 特别在婚姻的里面 为什么你这个事情总不做 为什么我叫你讲这个 为什么你不可以改一改 我们都看到别人的问题 但我们却看不到什么 自己的凉目 我们却看不到我们自己 其实也是什么 有问题的 我们有问题 我们的另一半有问题 但是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只看到别的问题 所以耶稣说 她说你先什么 去掉自己眼中的凉目 然后你才看得清楚 能够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有一天有个丈夫 她下班回家 她看到她妻子 把长发剪成了短发 这丈夫很不高兴 她说你的长流长头发 是不是很好看 我们丈夫有没有喜欢长头发的 会挥手 聪明 现在都不挥手了 听长头发干嘛剪掉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你知道妻子怎么说吗 她说你的头顶都凸成什么样子 你也没有问我 这就是你可以挑别人的毛病 但别人什么 并不挑你的毛病 并没有挑你的毛病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觉得 我们希望我们的另一半变好 我们的婚姻就会变好 其实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开始 所以在我们中间新婚的七对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另一半 我们不满意的地方的时候 先看看自己吧 先照照镜子吧 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从我开始 因为我要告诉你 这个秘诀是什么 这秘诀就是 当你的生命开始改变的时候 你的毛病变少 对不对 是吧 当你来对付你自己的毛病的时候 你的毛病会变少 来 当你来对付你自己的毛病 当你的另一半也什么 对付他的毛病的时候 他的毛病会变少 会不会 那怎么 最后你们的毛病都变少了 因为大家都自己对付自己的毛病 所以你以后看到的 我还发觉 我的另一半改变了 我也改变了 因为我们都先来求神 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第四个 要幸福就要饶恕 跟你旁边人说 要幸福就要饶恕 怎么只剩下林牧师在回应我了 好不好 我再说 跟你旁边人说 要幸福就要饶恕 OK 我们中间从来没有惹过 另一半生气的人挥挥手 我们的另一半 常常惹我们生气的人挥挥手 OK 我常常惹我另一半生气的人挥挥手 我没有另一半的人挥挥手 好 我有个目标 我在看某一个人 我就希望在这个结束之前 他会挥手 OK 我继续努力 好 要幸福就要饶恕 为什么 因为其实真实的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 我们会有冲突 我们会有过犯 我们会说错话 我们会说伤人的话 我们会做让对方伤心的事情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每个婚礼里面最出名的一段经文 是爱的真谛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记得 或者甚至会背 那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不会读全部 只读到第五节 好不好 预备 七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我们那不计算再大声读一次 预备 不计算人的恶 什么是饶恕 饶恕就是不计算他人的恶 不计算这个人曾经对我做了什么 不计算他曾经说了什么 不计算我跟他讲 叫他做什么他没有做 这就是不计算人的恶 其实就是什么 不翻旧账 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翻旧账 这个多少多少多少年前 你还记得那一次吗 我穿着这个衣服走出来 我问你 我穿着好不好看 你说 这个衣服是不是缩水了 为什么看起来有点紧 当时觉得不对 开始道歉 买包 这个求饶术 结果十年以后还被挖出来 你还记得你那一次说 我照镜子 什么衣服缩水 还记得吗 这就是什么 翻旧账 知道我们有一个姐妹 她有一次跟她老公 坐飞机去拉斯维加斯 从拉斯维加斯回丹佛 结果在这个路途上面 哇 那个气流非常地严重 她就非常非常地陡 她非常非常地害怕 可是那天 她老公不坐在她旁边 为什么 因为她老公太晚 check in 所以飞机上的位置 差不多都已经满了 所以她跟她老公 她坐在前面 她老公坐在很后面的一排 就不跟她坐在旁边 结果在飞机上 那个气流来的时候 她非常非常地害怕 她非常非常地害怕 然后每次讲的时候 她都会哭 结果呢 这件事情 她老公当然很内疚 所以就跟她 无数次的道歉 但她每一次吵架的时候 她就会把她搬出来 她说你还记得 那一次在飞机上吗 如果你早一点check in的话 你就可以坐在我旁边 我就不会这么害怕 我最害怕的时候 你不在我旁边 多次地多次地说 她老公多次地多次地 请她的原谅和饶恕 但她就是不断地来翻 这个旧账 你知道在彼得前书第四章 第七节到第八节这么说 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呢 你们要谨慎自首 要谨醒祷告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彼此切实地相爱 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 弟兄姐妹 罪使我们分开 但爱什么 使我们和好 在这里爱 可以遮掩许多的罪 其实这里讲的是基督的爱 这里讲的是基督因为爱我们 他来到这个世上 为我们舍命流血 他的血成为了我们的遮盖 你知道在神的眼中 我们所犯的罪是可恶的 但是当神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 他神儿子的保血 遮盖着我们 所以因此 我们的罪可以得到饶恕 这也是为什么 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 耶稣他是那个挂在木头上的 他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什么 既在罪上死 可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边上 我们得意志 我们的关系 在这里可以得到意志 我们的婚姻的关系 当我们争吵的时候 当我们冲突的时候 当我们的另一半 做错事 有过犯的时候 神的爱 成为了我们的遮盖 神的爱 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去饶恕 神的爱 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的关系 可以得到一致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记得 特别是我们中间的每一对 当你记仇的时候 当你记仇 当你翻旧帐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让撒旦魔鬼 能够进到你的婚姻的破口里面 反而你的婚姻会因此而受亏损 但感谢主 感谢主 因为耶稣来 就是为我们破除这个咒诅 让我们的婚姻 能够真正的得到幸福 第五点 也是最后一点 来我们再举手来 今天有几点啊 有五点 OK 不是五点下班 有五点 最后一点了 从主耶稣来的爱是强壮的 跟你旁边说 从主耶稣来的爱是强壮的 阿们 从主耶稣来的爱是强壮的 今天在我们中间 有七对弟兄姐妹 要重新的来立约 有七对夫妻要重新的立约 这是神见证你们的婚约的日子 也是我们一同来见证的这个日子 所以牧师在这里 也要说一些祝福的话 牧师呢 要祝福你们的爱情 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很多人听过 我的爱情就像一把火 燃烧了整个沙漠 对不对 你看 下面就不唱了 这是一个老歌 但我这个老歌怎么来 你知道吗 爱情其实是火热的 爱情是有火的 你想想看 我们常常讲 我们祝福的话 都是说 你们真是一个热恋的情人 是不是有没有火 有没有火 有啊 没有火怎么热 火热啊 我们常常会说 哇你们是什么 你的婚姻里面充满了热情 有没有热 有 有没有火 有 我们的婚姻里面一定要有火 但你知道吗 神对我们的爱 这个强大的爱 也是有火的 所以你若是你的爱情要有火 那你要从神那里支去 因为那是他对我们那个火热的爱 在雅各第八章 第七节 六到七节这里说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 戴在你的壁上如戳记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神对我们的爱 这个爱是坚强的爱 然后在第七节这里说 爱情重水不能熄灭 大火也不能淹没 这是神对你我写的情书 今天牧师要用来祝福你 在你的婚姻里面 在你的婚姻里面 你的爱情重水不能淹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 不管有多大的风浪 进到你的婚姻的当中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 进到你的婚姻的当中 不管有多少过去的伤害 伤痛 有过去的这些 甚至需要被饶恕的 我要告诉你 爱是强壮 爱可以拯救你的婚姻 爱可以帮助你在最困难的时候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 在2018年 19年的时候 有一个丈夫 她来到我们的教会 她来到我们教会的那一天 我不知道她 我不认识她是谁 结果 这个旁边的一个姐妹告诉我 她说这个丈夫 她的妻子 她跟她的妻子 已经结婚三十多年 结果呢 她的妻子在前几天 自杀未遂进了医院 因为 这个妻子呢 她是拜偶像的 拜佛的 结果她就开始做噩梦 每一天晚上 这个恶魔就告诉她 你要去杀死你自己 你不要再活了 你在这地上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个魔鬼就这样子 因为拜偶像 进到她的生命当中 所以那一天 她就决定拿一个刀片 割她自己的碗 结果感谢主 他们送急诊 她保住了生命 就那个丈夫 她那天就来到我们教会 因为她听说 在教会可以帮助她 她就来到这个教会 你知道这个丈夫 她以前是 她是越南华侨 所以在越战的时候 她那个时候要逃出越南 你知道那个是 枪林弹雨之下 她带着她的家庭 到了美国 在美国以后开始做厨师 他们开中国 开中餐馆 在美国的中部 那两个人一起工作这么多年 但她的太太 却因为这个魔鬼 告诉她去自杀 差点掉了生命 就这个男子汉 这个 经过战争 带她的孩子 他们有三个孩子 带她们的孩子长大 努力工作的这个大男人 在我的面前流泪 她说这个女人 是我今生最爱的女人 牧师 请你帮助她 有没有什么 可以来拯救她 因为她很害怕 她的太太会在 这个亲身 结果后来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知道吗 如果你爱她 你要帮助她的话 你需要上帝的爱 你自己要先来领受上帝的爱 因为你如果不认识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 这个你也没有办法 用上帝的爱去拯救你的妻子 当时这个弟兄 他就说我愿意 如果我能够拯救我的妻子 我愿意来相信这位神 请他来拯救我的妻子 他那天就做了觉知 后来他妻子也信主了 现在他的妻子在教会 也有服侍 也来参加祷告会 参加门训 但他丈夫不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丈夫不来了吗 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 他得了癌症 在2020年 你看他201819的时候信主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拯救他的太太 他最爱的那个人 结果在2020年疫情的时候 他癌症爆发 而且自己也赶上了新冠 所以他那一年就离开了 那你想想看神的爱多么的强壮 这个丈夫因为他爱他的妻子 他来到了教会 他从神那里支取了这个强壮的爱 他把他的妻子带到神的面前 信了耶稣 结果他自己怎么 他自己是最蒙福的那个人 因为如果他没有爱他的妻子 他不爱他的妻子 他也不会来到教会来求助 他如果没有来求助 他自己也不会什么 先信了主 他如果自己没有先信了主 他两年以后 其实新冠就离开了 他永恒的生命在哪里 现在的他的生命 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阿们 你想想看神的爱多么的强壮 可能为了爱我们的另一半 神就要祝福你 你愿意在婚姻里面去爱你的另一半 神要大大的来祝福你的生命 好不好 最后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 会会会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 愿神的爱使我们能够勇敢 愿神的爱 使我们能够真正的牵起手来 愿神的爱帮助我们 让我们认识祂的设计 愿神的爱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勇敢去爱 不计较代价 温暖冰冷心 像耀眼的阳光 爱是我们的痊愿 放下固执的模样 向前踏一步 更多靠近 更多接纳 爱让我们原谅 我们和好 爱让生命成长 爱让我们靠近 学习勇敢 被爱感动 爱让我们拥抱 我们微笑 爱让生命振奋 爱让我们勇敢 爱让我们牵起手来 好吧 若是你的另一半现在在你的旁边 你就可以跟他牵起手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勇敢去爱 使得主 帮助我们 让我们勇敢地再来彼此的相爱 勇敢去爱 不计较代价 温暖和平冷心 像耀眼的阳光 爱是我们的痊愿 放下固执的模样 向前踏一步 更多靠近 更多接纳 牵起手来 爱让我们原谅 我们和好 爱让生命成长 爱让我们靠近 学习勇敢 被爱感动 爱让我们拥抱 我们微笑 爱让生命绽放 爱让我们勇敢 爱让我们牵起手来 爱让我们原谅 我们和好 爱让生命成长 爱让我们靠近 学习勇敢 被爱感动 爱让我们拥抱 我们微笑 爱让生命绽放 爱让我们勇敢 爱让我们 牵起手来 牵起手来 我们爱 我们爱 一生先爱我们 随你我不一样 我们一路长 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们爱 一生先爱我们 心再坚强 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 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 爱让我们原谅 爱让我们原谅 我们和好 爱让生命成长 爱让我们靠近 学习永远 被爱感动 爱让我们拥抱 我们微笑 爱让生命绽放 爱让我们勇敢 爱让我们 牵起手来 爱让我们勇敢 爱让我们 牵起手来 爱让我们 爱让我们 牵起手来 爱让我们 牵起手来 爱让我们 牵起手来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好 那我们后面的 弟兄姊妹 可以请坐 那我们前面的 今天要立约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 立约的这个仪式 好不好 那后面的 可以先请坐 OK 好 这个时候呢 请转向 你的另一半 请转向你的 你的 你最亲爱的人 你的另一半 面对面 面对面 是 面对面 好 待会儿呢 这个 我们中间的 弟兄们 男生 OK 牧师会读 你可以跟着我 跟着我讲 但是呢 我 你要对你的 另一半来立约 所以呢 这个 空白的这个地方 是你的 另一半的名字 好 我是先讲自己 然后愿意与你 讲你的 另一半的名字 然后呢 我后面会跟着读 然后我读一次 然后你跟我读一次 OK 好 没有关系 神在乎的是心意 那我们就一起来 好不好 OK 好 那我们男士先 然后再女士 对对 夫妻手可以牵起来 来 对对对 哎呦 还有一点害羞 这边有新婚的吗 没有新婚 都睡在旁边了 还不好一次牵手 来来 手牵起来 手牵起来 OK 好 我的话弟兄 要自己说自己的名字 然后愿意与你 要说你的姐妹的名字 好 好 那我 我不能说你的名字 这边有七个人 你要说你自己的名字 好 我 我愿意与你 再次立约 从今天起 不论好坏 平复 生病健康 我将 我将爱你 我将爱你 保护你 为你牺牲 直到死亡 将我们分开 遵照上帝 遵照上帝的命令 我将忠心 我将忠心于你 依靠上帝 坚强的爱 与你走完恩典之路 阿们 阿们 好 继续的牵手 那我来为 我们的 这个 重新立约的 新人来祝福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不好 后面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 举起圣洁的手 为他们来祝福 我们一起 同心的 为他们来祝福 爱我们的阿爸父 孩子感谢赞美你 主你喜悦 在你面前 立约的这七对 主要这每一个 都是你 把他们放在一起的 也因此 人没有办法 使他们分开 主孩子 献上感恩 求你保守 他们的婚姻 祝福他们的家庭 主要让他们 在地上的日子 是在你丰盛的 慈爱的里面 让他们在地上的日子 是满有你 你那甜蜜的爱 那强壮的爱 帮助他们 让他们在那婚姻的里面 能够真心的来彼此相爱 谢谢主 祝福他们未来的道路 主要让他们 所在之地变成祝福 祝福他们 满有从神而来的恩典 满有从神而来的产业 我们现场感谢 同心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后面的会众也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来领受 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